他叫大可 喜欢在朋友圈羡慕别人的生活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好分享的 喜欢跟别人比 不过他总赢不了 18岁 表哥做作业的时候打瞌睡 却能保送重点大学 而大可昼夜学习只能考上一所普通大学 20岁 同情的室友都有了甜甜的恋爱 大可觉得自己应该拥有完美的爱情 从现实到社交网络的苛刻筛选 急于求成的约会 让他感到疲惫 23岁 朋友拿到许多大厂的offer 又有光鲜亮丽的未来 大可也开始向大厂投递简历 却在体面与核实之间迷失了自己 薪资高低 伴侣条件 预额成果 还产数量 甚至坟墓的价格和选址 都可能让人焦虑地从独立跳出来 想到这些 大可忍不住要嫉妒他们的同辈们 凌晨四点的大可 决定找找自己不是废柴的证据 大可在购票时 时常被询问是否购买学生票 拥有多种解题思路的他 深谙财务报销最快方式 多年的相亲经验 让他成为了午夜情感顾问 由于工资少得不敢花 让他学会了省吃俭用 熟悉各行各业的他 为朋友的择业 做了不少嫁衣 本想罗列优点宽慰自己 却带来更沉重的一击 此时只有酒能理解他的心酸了 从不喝酒的大可不费力气 且不意外地又获得了一个废柴能力 但大可不知道 这些废柴能力即将在往后的人生里 改变他的生活 在旅行中 他结识了帮他拍照的男孩 不比 由于之前相亲的经验 一眼就看对了最合适的人 因为省吃俭用的习惯 他攒下了第一笔钱 由于不同的工作经验 他少走了许多创业的弯路 因此他赚到了第二笔钱 让他困扰的童颜 在四十岁的时候 获得了同辈妇女的称赞 不比也一直把他当做小女孩一样疼爱 这让他们的女儿 一度以为自己是姐来的 哦对了 此后他并没有从土里跳出来 因为他和自己爱的人 葬在了一起 我们也曾下往着不属于自己的生活 用别人的标准苛求自己 在比较中迷失过 但在被我们忽视的时间里 终于找回了自我